今天分享的是筍乾的製作方法 採回來的筍子先剝殼 像這麼大的麻竹筍 筍管可以做醬筍 筍尾就拿來曬成筍乾 全部切好 放入生鍋煮30-40分鐘 悶了一個晚上 擠出來 剝開 去掉中間的竹節 再放入鍋中泡鹽水 要讓它輕微化效變酸 不想變酸 可以直接重壓儲水 讓我們鹽巴曬乾 鹽水的濃度可以調2% 3000公克的水加60公克的鹽巴 倒入鍋中醃過筍子 加入一匙醃酸筍的湯汁 加快發酵速度 沒有酸筍汁 可以加一匙的養肉多代替 用盤子壓住筍子避免浮出水面 浸泡一天輕微化效 讓筍子有一點變酸 一天後取出 裝入豆漿袋 中壓出水 中壓出水 壓了一天 明顯變薄 取出來 放太陽下曬乾 白天日曬 晚上收進冰箱冷藏 低太陽的大小 日曬大概4-5天 五支筍尾 曬乾就這麼 一小把 要煮之前先泡水半天 可以燉五花肉 豬腳或蹄膀都非常好吃 今天的筍乾製作 就分享到這裡 好嗎 我不要緊 好嗎 沒有 我可以燒烤 我可以燒烤 我可以燒烤